这周对很多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一周 因为中秋廉价的关系 这周六要补上班 休假立刻少一半 得连上六天班 很多人都觉得超级累好烦躁 现在网络上面各种搞笑的哀红遍野梗图就大爆发了 因为之前吉普立工作室释出了400多张的动画剧照 网友卖力制图提醒亲朋好友 礼拜六还要上班上课 让人看了不惊好烦又好笑 像是这张图 身影少女的汤婆婆和小千听到周六要上班 吓到头发都炸开 眼睛还瞪超大 而后面的人还听到了还捂住嘴巴超级好笑 还有汤婆婆的儿子听到有人可以不用上班 难过到眼角都流泪了 另外五脸男面前摆了山珍海味向老板喊话 既然都要加班了 能不能请员工吃个下午茶呢 还有小千自己默默流着泪吃东西 跟自己信心喊话 既然都要连上六天班了 那就干脆多吃点好了 这些梗图真实反映广大上班组和学生的心情 在网路上快速的传开 不过也不用太难过 因为补班日还是有很多的小确幸 我们也为您整理了懒人包 像是全家便利商店透过APP购买中杯热美式 还有中杯热拿铁 通通都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每个会员限购两组 另外7-11则是珍珠饮料跟茶类系列 有第二杯七折的优惠 包括很夯的黑糖珍珠撞奶 还有四季春清茶 冰淇淋红茶等等 单体咖啡则是全系列全品项 只要买大杯的话就是买一送一 OK便利商店也有大杯黑糖拿铁 也是第二杯七折的优惠 业者推出了种种的好康 帮大家加油打气 换个角度想 只要这周过完接下来 就能迎接四天的中秋廉价了 先苦后干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以上优惠也提供给您